今天下午我来这个中介这里找那个晚班的日节工没有找到 但是由于我现在身上实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如果身上没有钱的话 我现在也顶不住了 只好把我这个最重要的电池给卖了 我问一下我旁边这位大哥 给你给多少价格啊 我想卖800块 那少一点嘛 少个50块嘛 反正我也不做你 是不是 我买新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是也是一千多块的 是不是 那这个最多也就500块 500块真的卖不了 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发表合格的吗 发表合格真的没有 但是呢 它能跑50公里 而且续航50公里啊 然后最快的话能跑30码 而且车身都还很新啊 那个轮带的没被磨掉 反正多少 你就能给的700块也可以 是不是 500块实际上是太低了 这个我接受不了真的 没有没有发表 没有合格证 怎么上台吧 上台现在的话跑都不敢跑 要500块 那500块都算可以高价 是不是 我现在是实在没钱了 没办法 我才把这个电车给出知道 我但凡身上我有点钱 知道吧 不是说你就是给800 我都不会卖 知道吧 现在这台的话就 六百五 七百 你能不能给吗 这个500 五百 这种车就两三百 是不是 你这看的比较深一点吗 来给你500块 要不然是谁要吗 又上不了牌 没几乎七六月的妈被抓了 就没有了 这个车我拿去那个修车店去问 人家都能给到300 到你这里 就这么低 就那么不值钱吗 是不是 所以 我还是去找别人问问看吧 给你500了 可以了 比车车店高200 还行吗 最少650啊 低650不卖 这个兄弟他给太少了 500坚决是不能卖的哈 我今天就再饿一点 明天再就问问有没有人要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咱们下一见 兄弟们拜拜